臨床研究顯示 其實服用新一代多霸點的標靶藥 去治療患者會延長他們的無惡化傳活期 直至到18個月 而反應率亦是很高的 其實是65% 即100個病人之中有65個會有得益 而其中有不少個個案 都會出現完全消失腫瘤的良好結果 服食這個新一代的靶向藥物 一般來說 吃到兩個月後就會產生明顯的效果 對比起其他藥物的時間是快的 但運用藥物方面 我們要留意這些藥物亦會產生它的副作用 例如最常見的高血壓 輻射和疲倦等等 但一般這些副作用 我們只要配合一些減低副作用的藥物 或調整藥物的份量 都可以處理到 希望藉著用這些標靶藥物 去增加病人的治癒率 和延長他們的生命 亦希望可以維持到他們的生活質素 各種類的藥物 或者在這個位置